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終於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入抽Skin Care 我有這麼大的Skin Care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段影片我都很怕會很長,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就由洗臉這個步驟開始 我正在用這兩支 左邊這支是朋友送給我的 原因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是用洗澡的方便去洗臉 然後它受不了我 然後就塞了這瓶洗臉產品給我 這就是那個牌子的名字 很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這支的產品 叫什麼名字或者什麼價錢 我全部沒有資料 我只知道這個牌子是他們自己人手做的Skin Care 所以是非常天然,而且成份都很好 我也知道這支是他們滋潤度最高的洗臉產品 因為他之前給過另一支小的我,我就覺得有點乾 所以他就給了這支大的我 然後用下,你看到其實我已經用了很多了 這裡是用了兩個月左右 洗臉的感覺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你會覺得自己洗得很乾淨 但完全不會覺得黏黏緊 然後很溫和 然後臉是完全不會有乾紋、繆緊的感覺 第二支洗臉的產品就是這支 我就是去Event的時候收到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也是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發現他們兩個的味道 基本上可以說是人毛一樣的 都應該是有分衣草油的味道 所以洗臉的時候都覺得很舒服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不同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支洗下去 感覺上再細緻一點 它是很...很細的 那些泡泡呢 之後整個感覺是非常非常溫柔 但是我看這支的價錢應該是$598 那我就覺得有點太貴了 但是用上的感受是非常良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預算 想試一下這些在以色列那裡 handmade的一個洗臉產品的話 其實它不是一個差的產品 只不過是一個貴的產品 然後洗臉後第一步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我會用Dr.Wu的這個 杏仁酸溫和緩膚精華 這個之前大家都應該有看過 我跟他們合作的一條影片 無論留言也好 你們私底下訊息也好 都很多人問我有沒有繼續用的 答案是有的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效果是看得到 而且是非常非常貴的 因為我本身的人真的很乾 而且很容易會起到一些狀況敏感出來 我用它其實都蠻驚奇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酸淚的 我不是合作的效果 我本身真的害怕的 但是用了它 就沒有任何不舒服出現 而且你會很明顯 感覺到你連續用幾天 皮膚是會有中間換膚的感覺 可能是第二、三天覺得很粗糙 然後第三、四天就會覺得 臉開始滑了 毛孔小了 白了一點 然後我那個暗瘡印已經用了兩、三個月 已經差不多退光了 那個暗瘡印真的是千年暗瘡印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真的蠻有效果 而且它不貴的 我在萬里看到價錢 有時候減價是二百元有找的 所以我覺得都蠻值得去用 好了之後就說Toner Toner的話 如果日後我自己很喜歡用毛孔這款 去做濕膚的 我用過它幾個版本的 這一支都用完了 其實應該是用第四支了 因為這兩支是不同的版本 這一支是普通的 這一支是普通的 這一支是高的 我看到最近天氣比較乾 就打算試試這個高度保濕 我自己喜歡 都是喜歡普通的這個版本 原因是我用完高的濕膚的話 是需要幾長時間去吸收的 早上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濕膚效果已經非常不錯 但可能冬天就要配搭一些高度保濕的精華 就是彌補它不夠保濕的這個效果 而如果晚上要用到Toner的話 我現在都還在用 DOTAWU的這支 玻尿酸保濕精華露 我自己覺得它的質地 就比較適合晚上去用 因為它比較稠 但它推開來是好水的 所以其實日常都可以用的 如果你日常不會化妝的話 我覺得它的保濕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如果化妝呢 我又怕它太潤會令到化妝粉 負著力或者會出現擦膠水 我就不喜歡在日常用了 接著就到一些精華的部分 這支是迷你版的Drunk Elephant保濕精華 大一支我都用完了 小一支我都用完了 如果Sapphora Black Friday是有這款的話 我都應該會去入手 我覺得它原本價錢410元 我就覺得有點貴 所以如果有7折左右 我就應該會再入手 我覺得冬天 日後它可以的 但如果去到更乾的天氣 我就覺得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一些春天秋天或者夏天 我覺得它的保濕效果都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一年可以用三季的話 這支保濕精華我真的非常喜歡 很推介大家去用的 中性乾性皮膚 甚至油性皮膚去用都應該可以的 因為它實在太輕心了 用完Drunk Elephant之後 再用完一支DOTAWU的玻尿酸保濕精華液 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用它 在我和DOTAWU合作之前 我一直都有用這個產品 在長洲我有一個101ml的尺寸 然後這支是他們的PRG給我的 我一直都覺得它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保濕精華 你不能說它是超級無敵的保濕 但是也不能看少它的保濕能力 所以有時候我用完 可能不會扣一段時間 我又會掛著它 然後又會再買它來用的一個產品 然後就到Kiehl's這支 Powerful Strength Line Reducing Concentrate Serum 它的瓶就是這個樣子 之前說的產品 因為它們的質地不是透明 就是水狀 而且很多都是用完 所以我就沒有擠出來給大家看它們的質地 但是由這支開始 我應該都可以讓大家看看它們的質地 以Serum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之稠 而且有厚度的精華 你這樣塗出來 你會發現皮膚上有一層薄薄的膜 好像有那種毛孔那種感覺 用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不覺得它很保濕 而且我用了很久 亦都不覺得因為用了它而白了 但是你用下去有層膜 這個感覺 又真的可以即時減淡一些細紋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即時的效果 然後就到這個後的避貼精華了 好像很久沒有再分享過它 我怕大家以為我沒有用 其實我一直都有用 晚上的時候 是我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的晚間精華 它那種滋潤感 保濕感 然後那種雍容華貴的香味 實在令我太喜歡了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太貴了 它是一千多元 你看 厚的質地 它是 很好推 你看到的分別 跟剛才 它是非常好推 很延伸性 很滋潤 很吸收的一個精華 然後就到眼部產品 大家兩樣都不陌生的了 這一盒就是10月最愛有提過的Kiehl's牛油果的眼霜 Junson就是這樣的 它裡面真的超像牛油果醬 但是一會有一個產品更像 我日後夜晚都會用到它 它對於我的黑眼圈和眼袋是完全完全沒有幫助的 但是它不會令我生油脂粒 然後有滋潤感 亦都可以令到一些剛剛初起的細紋 是會有少少減淡的 但是已經根深剃固的就沒有幫助了 而另外這一支就是 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部啫喱精華 這支又給不到大家看它的質地了 因為又是完完全全用完 早上對付浮種 它是超級無力的 我覺得它真的是我用過最有效的東西 而且一支我買的時候是50元的 我現在用完是一定會回購 但是我真的在等著Black Friday 可能還有多一點折扣 才再把它買回來的 很推薦大家早上 如果眼睛很容易浮腫的人 一定要試它 真的 這麼多產品裡面幾十樣 唯一一支我男朋友是有興趣 很喜歡用 亦都叫我幫他買的東西 超難得 好了 那我就先說到這裡 因為我已經拍了超級久了 我看這個影片長 感受到應該要把它斬一半 所以我不知道在哪個位置斬 所以下個星期也會繼續說下去 我用過的產品 一些皮膚品感受 一些質地給大家看 希望你們喜歡這類型的皮膚品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也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至三天 和星期日至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